我们开始我们下午的聚会 大家可以从黑马上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听从谨守物的罪神 大部分我们从环境所能获得的信息 我们80%是用眼睛来获取的 我们更多是用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 剩下的是用耳朵听用身体去触摸 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唱了十六十七首 我想说如果我们大部分是用眼睛来物理的 来观察这个世界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认识我们的神呢 那六十七首告诉我们说 主啊请教导我们相信 那我们要怎么去学习这个相信呢 那我们在圣经上有很多例子 他们相信神是因为他们听了道 那在听从的人心里面 他们发生了内心的转变 最后这样的转变带来了信的果子 这不是一次信 当然一听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要不断去听从 然后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日常的行为中去实践 我们也在圣经上看到很多人 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持手在耶稣里 或者在阳光耶稣 而不离弃他的信仰 那在这个听从经手 不得罪神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在证言书的第八章 第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中读到 我们一起看证言的第八章 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 证言书第八章 第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本学书上面读经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德 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 旧的智慧 不得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口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比蒙主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我的 都喜爱死亡 琐败 semb 揍在私面前桌子 你ля把我的 藏了 我保佑 我们读的这几节中 我们如果先看前两节 就是关于听从听 那在德文的圣经的这两节的最后 都有一个感叹号 在中文中没有 但是也是很强烈的 那谁来对我们说这个话呢 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如果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 这二十二节在德文的上面 有一个标题是 智慧和创造 这个听从 禁守跟不要得罪神 在真言书中是很常提到的 而这个神的智慧 常常被逻人画 什么是逻人呢 如果我们一些动作用人的方式去表达它 比如说太阳在笑 这就是离人的修辞手法 那这里讲到神的智慧 就是用离人的手法 这个智慧在跟我们说话说 你们要听从 那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所描述的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那二十二节提到说 主在造化的起头就创造了我 我们看到神的本性中 一个天性 就是神他的智慧 三十节讲到说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三十一节说 我踊跃在他为人 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十二到三十一节就提到 神在创世的时候 智慧活跃的工作 我们在上午的讲道中 也听到说 在创世之中 神看他的创造为好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 在创造的时候 神的智慧 他帮助创造这一切 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 就从创造的那一面 转移到了我们这一边 这个感叛或者这个呼求 看到说 我们要去听从神的智慧 神的话是很重要的 三十二节说到说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 便为有福 这里讲到 神的智慧 在他的道上的表现 这个道是什么呢 这是神的道 让我们来说 让我们一起去看 5-5章 那我们可以就此来读 以赛亚书的第55章 我们可以就此来读 以赛亚书的第55章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神的智慧的路跟人的智慧的路是不一样的 这里神说到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道路也非同我的道路 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是属神的 我们人的意念跟人的道路是属人的 那下一个神智慧的特点 我们可以读 罗马书11章的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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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和其难测 他的踪迹和其难寻 这里我们看到说 神的智慧神的路 他的踪迹是难以追寻的 那在研究的领域 很多的研究者认为说 他们的领域是可研究的 或者说是可以去执行的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 读的正言书第八章 第32到36节 这里三十二节说 你们要现在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德 便为有福 那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一方面神的道 是难以去测询 难以去寻求的 可是一方面 神又呼求我们 要去谨守他的道 那神为我们遇到的道路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已经学到说 我们的人的智慧 都是用主人的方式的 而神是何其难测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说 神一定为我们预备了一些 我们这个程度 可以理解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路 什么样的是适合我们的呢 那我们可以读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征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要进 13.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我们听到说神的路是难测的,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一个方式,我们怎么样找到他的路。 那这里我们提到了宽门和路,这里有宽的门也有宽的门, 这里有大的路也有小的路。 对于很多人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够理解的。 能够接受的 寻求的 这是一个大的路 但是在地球上的人 常常很少有人 去寻求一个 比较窄的这条路 这个门 如果我们现在的话 来说 就有主流的人群 跟非主流的人群 那如果我们 我们说把人群分流 分成不同的人 这个听起来像是市场学上的 他们会去想怎么样去 做广告 怎么样去向不同的人群 来销售东西 如果我们去读 一些关于 就是时尚的一些报道 那他们会说现在的潮流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读 那如果我们读时尚的一些 那些人就去跟从这些时尚材志 就去跟从这些时尚材志 所颤导的时尚是什么 那当然 你爱跟从事尚材志 什么是现在的主流 什么是健康的 这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先的 要考虑的东西 那我们再给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样的一个潮流是什么 有些潮流会把人带到咒诅之中 比如说神给我们这样的诫命 让我们守安心 我们上午的安息也学到了 神的诫命的其中一条 我们也学到说 诫命放一条就是放了重条 如果人教导别人去放这样的诫命 那这样就是把人带到咒诅之中 我们回到刚才说安息日的例子 那神把我们创造成为他的儿女 那神给我们自己这样的责任选择 是否去遵循他的诫命 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会阻拦我们去遵守这样的诫命 那可能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晚上 有些东西就吸引我们 让我们整夜熬夜 然后不睡觉 然后我们就错过安息日了 那如果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那我们可能一整年都错过安息 那当然我们不会马上死掉 但是最后这样让我们误导我们的东西 或者是让我们分析的东西 最后就把我们影像了灭亡跟咒诅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读经 祷告 似乎我们就没有很多时间 去做我们在世上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这个路上 我们总是可以寻求到神 我们才读诗篇的68篇 诗篇的8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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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的第11节 诗篇的86篇 诗篇的86篇第11节 这里说主啊 求你请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这里我们读到诗人 他在他困难的环境中 他寻求神 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习 在我们生活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很难找到时间去祷告 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习 这里他寻求神的帮助 求神来带领他 只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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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尋求神 也可以让神指教我们 让我们可以专心敬畏他 那这个敬畏 并不是一个感情上的敬畏 就像是你遇到一个危险很害怕 然后你就开始怕 这个更多的不是畏惧的怕 而是敬畏神 然后怕神 我们回到真言的第八章 我们回到真言的第八章 我们刚才谈了说 听从是很重要的 在听从我们去注意神的话语是什么 然后我们谈守他的话语 在真言的八章第三十四次 三四节 三四节说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那这里智慧在呼唤我们要去听从他 那这里用了一个很形象 甚至有点很极端的一个形象 但是说这里有像一个人 天天在他门口一直等啊 一直看着他 我给你提醒一下 在历史上 有些店 在历史上 有些店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有些店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有些人 天天在那里等 然后期待别人 给他们一些钱 他们不是在生活处境中好的时候 这样去等候仰望 我当然不知道他到底需要这个钱做什么 那我猜他就是需要满足自己基本生活 需要可能是去买一些吃的 买一些穿的 那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情况 想到我们自己 就像是这些 在购物中心门口等待 别人给他们钱 很盼望他们 可以得到钱的人 来看 我们这里 也要在神的门口这样去仰望等候神 这不是说神有这个爱好 就是希望我们天天来求他 也不是他觉得很开心 我们就受苦 而是神要我们找到一条路 让我们可以敬畏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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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提一下这里的33节 这里说要听教训就得智慧 神希望我们再是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个智慧的生活 我们在证言说的 我们在证言书的九章第十节读到 这里说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里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做的首先的事情是敬畏神 我们的敬畏神是伴随着认识神的智慧的 我们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还不是很认识神 比如说没有想洗礼 我们也可以彼此在此勉励学习 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得造就 如果我们在教会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要每天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可以得造就 什么叫得造就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如果明白神的话语也会明白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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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的智慧不只是要信神 对于我们来说 作为信神的人 智慧要拥有哪些特性呢 我们可以读雅客书的第三章 雅客书的第三章第17节 威夺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蛮有怜悯 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如果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也听从神的话语 我们听顺从神 我们就在这样的智慧的路上 但是这样的智慧意味着 有这些特性 我们有智慧就不会去让别人感觉说 我比你更有更多属生的知识 或者让别人告诉别人说 我比你每天多读多少圣经 多祷告多少时间 我们也不要给教会带来争执 是要在我们基督的生活中学习 怎么样和平与别人相处 怎么样去忍耐彼此 那我们可以多接触 那我们可以多接触 那我们在彼此有需要的时候 都准备好帮助别人 也不只是为彼此带到 如果能够患 如果能够患 我们可以够患 也当别人生病的时候 也可以彼此访问 然后说全面造就的话 那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在圣经上 在圣经上 我们学到说 神创造我们 让我们可以荣耀赞美他 神出于他的爱来造了我们 神不是想要贪我们的钱 或者我们物质上的材料 神所期待我们去做的 是我们去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存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存在他的爱里是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遵从听从神的命令 可以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神就可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 然后第二个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也可以得着很多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再读一下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看到说 守神的诫命会给我们带来喜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喜乐呢 这是一个完全满足的喜乐 在数月三个月我们在东京有奥林匹克运动会 很多的运动员都在他们的生命中 很期待这样的盛事 对他们来说 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运动社会中 他们的很高的名字 对他们来说是毕生难忘的 参加这样的运动会 都不是说最近几天才开始做运动 然后去参加 有些人要准备 比如说15年的时间 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呢 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女孩 她赢得了奖杯 她在年轻的时候就赢得了这样的奖杯 然后呢 不止在之前年轻的时候 然后现在在老一点的时候 又在这样的项目上赢得了奖杯 然后呢 她去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然后大家都期待 她这次再来赢个金牌吧 但是呢 她最后只赢得了一个赢杯 一方面我们可以也很开心说 哎呀 她还是赢得了一个银牌 但是她的盼望却是 她能够再赢一个金牌 但是当她得到这个银牌的时候 她是很喜乐的 但是她的喜乐不是满足的喜乐 对啊 还是喜乐 因为银牌总比铜牌好 如果我们看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主里的喜乐 神允许给我们他满足的喜乐 神允许给我们他满足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是没有后悔的 你不会想说 哎呀 要是当时我做了这个 哎呀 要是当时我赢得的那个金牌多好啊 那当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都会面对说我们有人的软弱 有时候我们觉得每天祷告好像是个负担 或者说来教会 对 有时候要花钱 花时间 这些想法都会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说 神允许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神为我们的救恩预备了什么样的奖品呢 他为我们而死 关于遵守他的剑命 我们再读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五章的第三节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的诫命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受的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遵守神的诫命 这表现出我们爱他 然后另外一方面这里说 他的诫命不是难受的 其实没有 那神说 吩咐我们的诫命都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的人的缺陷 我们的缺陷 然后决定 而我们的诬断 我们的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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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会提倡 我们人的软弱 说现在不祷告了 我要去找个乐子 我要做点其他事情 这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没有完全明白 理解神的话语 就像是人去准备考试 参加考试 但是却不准备 那么这个考试的内容 当然就很难 我们回到真言书的第八章 Vers 35 说 wer mich findet 他findet das Leben und erlangt wohlgefallen vom Herrn 这个书 八章三十五节说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主的恩惠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到这里所学的 是听从 圣从神的话语 这个会让我们得着神的路 然后神也会提示我们 让我们寻找 但是有可能也会发生 三十六节的事情 вер aber mich verfehlt zerstört sein Leben alle die mich hassen lieben den Tod 这里说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我的 都喜爱死亡 很有可能 有人也会走得罪神的路 就像我们在上午的讲道中 听到的那些反例 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 来实践去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寻求神 让他给我们力量 我们最后来读 读言的第三章第六节 读言书三章第六节 读言书三章第六节 五道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主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有时候就像这里说的 我们会倚靠自己的聪明 所以我们会 从神的路上偏离 但是这里有一个方法 我们要专心仰赖主 不是有时候仰赖主 而是要专心仰赖主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感谢先生我们今天来讨论了 这几节里面的三个词 三个动词 我们讨论了听从和谨守 我们要听从谨守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留在神的路上 可以有智慧 我们不要得罪神 我们不要得罪神